废柴男孩挑衅这个校园恶霸 对方朝着男生肚子猛烈一击 男生却毫无痛楚 反而是恶霸却捂着肚子大口喘气 对方感到十分诧异 又朝着男生的脸重重一锤 但下一秒自己却眼面流出鼻血来 可还是不肯善罢甘休 捡起地上的木板 朝着男生挥了过去 可却让自己脑袋开了花 倒在地上痛哭流涕 随后急忙远离眼前的男生 这一反伤能力让男生兴奋不已 到了晚上 恶霸的父亲上门来兴事问罪 质疑男生打伤自己的儿子 男生却反驳道 是对方动手在先 自己长期以来都受他欺负 听到这男生的母亲忍不住了 叫嚣着让男人管好自己的儿子 转身就关上房门 问男生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儿子不慌不忙地让母亲先揍自己一顿 母亲却怀疑儿子怕不是有大病 儿子只好说掐自己一下也行 就这样母亲动手了 但自己也遭了痒 儿子却高兴坏了 如实对母亲说出了真相 任何伤害自己现在都能反弹 从此以后自己将成为小学生大喊卧槽的人 尽管母亲对此难以相信 可看着烧烤人长 也不得不信 男孩小凯几天之前还是一副瘦不垃圾 喜欢吃垃圾的有病青年 甚至对护生情愫的发小阿力 都开不了约会的口 所以他被同学们视为异类 学校里的几个坏学生总是欺负他 今天又被他们堵住了 他们像往常一样羞辱他 将他塞进垃圾桶 看到别人欺负他 阿力总是为他打抱不平 事后熟练地从包里掏出备用的衣服 看来这种事已经是稀疏平常 放学回来后便一病不起 医生则说 他长时间生吃垃圾 导致身体缺乏维生素 ABCDEFG 他妈妈也为此伤透了心 医生却背了过去 对着他母亲说是孩子的心理出了问题 他此刻需要一个心理医生来医治 要强的小凯故意打断了医生的对话 母亲也只好将医生送走 不过事情很快迎来了转机 这天一个自称牧师的老人 宣称他有上天赐予的神力 只要用手触摸病人 不管你生了什么病 必定要到病除 于是他摇身一变 化为江湖半仙 到处在镇上给人看病 自然香火钱也是少不了的 而外出购物的母亲也在现场 看见牧师的双手一触碰 老太太的腰腿顿时就不疼了 痛苦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这时母亲仿佛看到了救世主 便邀请牧师回家为小凯治疗 当母亲去取车时 一个印第安人找到了牧师 说牧师偷了他们家的东西 直到牧师在一天晚上 到了印第安人祖先的墓 而一道闪电击中了古墓和墓师 这让他获得了里面封印的超能力 这种能力不仅可以让他治愈人们的疾病 还可以反弹所有的伤害 而这个印第安人是这座坟墓的守护者 要求牧师归还力量 可牧师怎么可能会同意 归还如此美妙的能力 所以对方立刻就打了牧师一巴掌 但是这一巴掌却反弹回了他自己的脸上 见此情景也只好作罢 牧师来到小凯家中 按照惯例先收钱再办事 可当他的手掌接触到小凯身体的那一刻 他感觉自己浑身无力 差点摔倒在地 牧师只能借口太累了 躲进侧烧做调整 叼着根烟准备再站 但这一次 他的手掌刚接触到小凯时 就感觉到一股犀利将他的超能力通通吸走 他痛苦地大叫了一声 当场失禁身亡 这时小凯猛地坐了起来 看上去一点都没有生病的样子 甚至还有胃口吃饭 警方随后也只将事件定义为诈骗案了 病狱后小凯在修自行车时不小心割伤了手指 伤口却自行愈合 其后路上遇上了开头的小混混 狠狠地让对方中击了自己 到了晚上 也如是告知了母亲自己身上发生的情况 母亲也为儿子的变化感到高兴 但还是叮嘱他千万不能让外人发现 不过小凯的超能力还不止于此 在历史课上小凯拿起阿丽的发绳并吃了标签 也许是因为历史课太无聊的缘故 小凯忍不住开始对阿丽产生瑟瑟的幻想 可没想到现实中的他也会有反应 而阿丽的好闺蜜也闯入了白日梦 这下几人共同都起了反应 一堂正经的历史课就被他们三人搞砸了 但现在小凯也知道自己不仅可以被动反弹伤害 还可以借助别人的物品主动攻击 晚上学校举行篝火晚会 那群校园小混混开始对阿丽动手动脚 小凯上前阻止 但歹徒非但不听 甚至还想殴打小凯 这时之前上门问罪的教练出来劝假 一场暴乱才得以平息 但教练并不是真的想做好人 他只是怕儿子再次受到伤害 可这群人不愿善罢甘休 当他们开车上路时 碰巧看到小凯骑在前面 他们想吓唬对方发泄愤怒 于是开车跟在后面不停挑衅 索性小凯的技术好 多次避开了这辆车 但他们越开越上头 毫无顾忌地就冲小凯撞了过去 而小凯也被卷入车底 车内的人也都惊呆了 可当他们意识过来时 开车的同学已经血肉模糊死在了驾驶座上 其他人吓得逃之夭夭 小凯却慢慢从车底了爬出来 身上的伤口也逐渐愈合 他赶紧把书包里藏着的衣服拿出来换上 路过的阿丽等人看见报了警 当警察赶到时 活着的学生没有一个敢说出事情 只说事故是安全气囊爆炸造成的 小凯也害怕惹上麻烦 谎称自己被击中时滚进了灌木丛 所以没有受伤 警察一筹莫展 但也只能接受这个荒唐的事实 车祸发生后本来就相爱的小凯和阿丽变得越来越亲密 放学回家后的小凯看到母亲如此不舒服 就主动申请开车去买药 可跟踪小凯回家的坏学生们 以为小凯的母亲要去上班 只有她一个人在房子里 于是他们开始了报复 他们将链条固定在拖车的底座上 启动汽车将她拖走 支撑拖车的地基突然失去平衡 所有家具滑向一侧 这也引发了燃气泄漏 母亲没来得及逃出房子 就随着一声爆炸葬身火海 买药回来的小凯冲进火场 却只爆出了母亲烧焦的尸体 第二天镇上的人们为小凯的母亲举行了简单的葬礼 葬礼结束后 警长开车送她前往孤儿院 在车上警长询问了爆炸的情况 他告诉小凯有人动了拖车的地基 可能是造成事故的直接原因 小凯断定是那帮平日里欺负自己的坏学生干的 这时他们的车正好从警长的车旁边经过 他们并没有为这次事故感到任何内疚 甚至还对警车大喊大叫像是在炫耀他们的战绩一样 而悲痛欲绝的小凯一心只想报仇 不顾警长的劝说 跳下车向他们的方向追了过去 这伙坏学生已经在河里玩耍了 他吃下其中一人的衣服 然后用衣服死死勒住自己的脖子 正在游泳的小黑一时无法呼吸 在水里扑通了几下就沉下去了 看见这情形 同伴立马跳到河里去救他 但回到岸上却已经一命呜呼了 小凯也出现在众人面前 表示要一一跟他们算账 警察的出现让几人暂时安全 来到夜里 小凯把自己身上发生的一切都告诉了阿丽 阿丽也劝他要用正当途径解决问题 而不是滥用自己的能力 可小凯在第二天的课上 故意当众侮辱其中一个坏学生 起初坏学生偷偷还控制同伴不要冲动 小凯转过头嘲笑对方的女朋友 这可让他忍受不了了 拿起试管就泼在了小凯的脸上 但他自己的皮肤立刻就被腐蚀了 嘴角流出白色的泡沫 躺在地上抽搐不停 旁边的学生也惊恐万分 直到警长赶到现场也得以平息 也意识到可能是小凯在对杀害他母亲的凶手们复仇 只得无奈保护剩下的坏学生兄弟 随着他们在操场上训练 在教练的车里警长发现了拉开地基的铁链 上面还残留着石头 他立即过去向兄弟俩质问当晚发生的事情 但他们失口否认 这时小凯也赶到了操场 他吃下其中一人的衣服 拿着电钻走到他们面前 胆小的弟弟又溜走了 只剩下哥哥独自面对 小凯将电钻拿到膝盖上往下钻 鲜血瞬间从哥哥膝盖喷涌而出 小凯拔出电钻再度刺向另一只膝盖 可即使这样 哥哥始终不承认自己有罪 此时阿力也碰巧来到了操场 想要阻止了小凯进一步的疯狂行为 哥哥瞅准时机拿起灭火器向小凯身上喷去 教练也抢过警长的枪 向小凯的头部开枪 最后因为力量的反弹 教练父子的脑子同时炸开 小凯也终于大仇得报 在阿力和警长的劝说下 小凯同意归还超能力 因为警长曾是印第安部落的一员 联系好那个印第安人 在目的那举行神秘的仪式 却没想到神秘的力量在小凯的体内停留太久 如果拿出来小凯必死无疑 见状小凯与阿力打算逃跑 却被赶到的警察开枪打死 小凯看着死去的阿力 感觉再一次失去了一切 他将所有怪罪到面前的死事上 没有他这一切都不会发生 于是他挖出了对方的心脏 对他咬了一口超能力瞬间反噬了他 之前的所有死亡都在他身上重演 然后他就倒下再也没有起来 尸体运往警察局的路上 死去的阿力复活了过来 身上也毫发无伤 看来这股污毒之力也重新传递到了下一个人身上